你不是想要做亞洲的嗎 要做亞洲為什麼只買中國的 為什麼買的都是中國的 好 地震 我們暫停一下 好 過去了吧 好 我們繼續 所以我盡量跟故宮講 你們把它定位為亞洲 說亞洲第一座 你為什麼不去買菲律賓的 不去買日本的 不去買東南亞的 不去買印度的 你只買中國的 三億買中國的 我一直搞不清楚 我懷疑 你們自己的定位說 北部的故宮 故宮叫做華夏 然後南部的故宮叫做亞洲 華夏正統 南部故宮亞洲 那個叫做邊疆 然後買中國的 就好像中國的孔子學院 到邊疆去到處去設什麼孔子學院 到世界各國去設孔子學院 你們的院長 跟中國就在唱和這些 完全用意識在考量 用意識形態在考量 而不是真正的文化考量 再加上看看你們的105年度 跟委員報告我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等一下我一起跟你解釋 你們的預算書裡面提到 國立故宮博物文創商品 這個是不是預算書 是我們那個 整個 裡面的問題編出來的 他說 故宮與北京故宮在廈門古浪與合作數位博物館 但在提到這些的時候 著作權 今天的報紙登了 北京故宮說 要停止交流 當然新任的故宮院長說 我們希望能夠繼續交流 文化要交流 可是在這裡裡面 看到你們主管的預算書裡面 提到的 停止交流 他繼續在侵權我們這些故宮的物品 所以我一直在問 你到底把故宮南院定位是什麼 這邊是華夏 那邊叫亞洲 然後呢再把它降階 所以我請教 你綜合來告訴我說 這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個是在93年的時候 行政院核定了 故宮南院的定位 是亞洲藝術文化 那其實這個 這個中國大陸它也屬於這個亞洲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地毯呢 這些資品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把它 從大的亞洲的概念來看這些文化 為什麼不買日本的 為什麼 邊的三立都買中國的 都有都有 日本的文物也有 韓國的文物也有 亞洲的這些文物 我們現在都在徵集當中 所以你們在整個 到底把南院定位為什麼 這是93年的時候 核定的一個 用這個亞洲藝術文化來 詮釋這個故宮的文物 現在 南部的親友 南部的鄉親 對於你們故宮的拖延這麼久 包括現在在市展覽 到處淹水 下個大雨就淹水 下小雨也淹水 我們再看下一張 也就是我要問的 前面那一張 你們的意義目標 不夠清楚 意義目標 充滿了大中國的意識形態 你們的參觀人數 那剛剛 吳秉瑞委員告訴你們 連 地域到底來參觀多少 你們都沒有統計 教育的意義 對你們來講已經不重要了 金錢收入才是你們所要的 所以呢 每一個故宮的員工 只要用150塊 加入員工消費合作社成為會員 150塊一次 然後每個月就可以擰1500塊 甚至比1500塊還多 每個月領這麼多 你們的消費券 可以在裡面消費吃東西買東西 全世界 沒有這麼高的獲利率 獲利率是百分之幾千的 這只有你們故宮做得到 所以 消費合作社利用文物衍生的商品 獲利 然後呢 盈餘進了員工的口袋 這個是到現在為止 一億七千萬沒有還 人家不能夠諒解的 我們再看下一頁 所以我要問 你們現在大故宮說在環評嘛 對不對 是 你們這個環評現在的定位是什麼 在二屆環評裡面 它有一些議題要去處理的 包含的就是交通的 交通的問題 好 那如果是交通的話 對 跟其他的 有一些 整個大故宮的錢都是我們中央的 對不對 是 是 那為什麼中央的環評不必參與 你們為什麼故意把它定位為文教 你們一定為文教 我們中央主管環評的 通通不能介入 通通變成地方在處理 而當時的地方 你們大概都在想 好龍兵對你們最好 所以都把它介入到地方去 然後地方的環評是空白的 為什麼是這樣子 跟委員報告這是根據那個 104年修正的這個環評法 我知道啊 所以我說 那你們為什麼分類要把它分到文教啊 你們不必把它分到 你們不是有交通有什麼一大堆嗎 如果交通的話 中央環評也可以介入啊 你們不是說因為交通的問題 所以蓋了大 大停車場嗎 原因就是因為交通 擁擠嘛 這不是你們最主要原因之一嗎 那為什麼你不把它介入交通 你們都介入文教 然後呢我們中央就什麼都管不到 原來的計畫就是文教 原來的計畫就是這樣 錢跟中央要 然後躲避中央的監督 在興建的過程裡面 來躲避中央的監督 這就是故宮的做法嗎 所以 從以上這幾點啊 我們對於故宮 你們長期的 因為你們是 直屬在總統府下面 那行政院 那行政院下面 好 時間的問題 我先點出這幾個問題 希望你們夠了解 大故宮計畫 是有問題的 我希望你們 懸崖熱馬 把這些文物 把這些東西移轉到 故宮南院 讓真正的南北平衡 不要把這些當做話外之名 最主要的 你們還有一件事 你們把被排擠的 認為要冷凍的人員 全部把他調到南院去 不合你們意的人 你們就把他調到南院去 然後南院就讓他爛 讓他變文子館 這就是你們這幾年故宮的問題 下次我再有時間好好跟你們 我們南院的都是 都是我們的精英 謝謝委員來指教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 羅明財委員